霍如夫妇聚餐和服务员合影,林心如素颜状态差,霍建华便油腻大叔。 11月16日,林心如和霍建华夫妇一家到餐厅聚餐,他们夫妇俩都有被邀请拍照,不知是否是有意这么做,他们并没有一起合照,而是分开拍照,真的太低调了。 自从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之后,接近六年的时间里,很少看到他们夫妇俩同框,即使在私底下一起出去约会吃饭,也很少会被媒体和路人偶像,可以说是非常低调,对婚姻保护得非常好。 自从小海豚出生之后,林心如和霍建华就将她保护得很好,清晰的正脸罩从来没有曝光过,所以这次林心如和服务员小哥合影时,也特意将小海豚藏在了身后,不让女儿露脸,她这个妈妈做得太用心了。 霍建华一只手插进裤兜,一只手搭在服务员小哥的肩膀上,可能是华哥太亲切了,导致服务员小哥都有点拘紧起来,姿势看着有点不自然,但还是笑得很开心。 照片中,霍建华的状态很一般,可能是许久未出来拍戏了,形象管理很一般,皮肤有黑粗糙,脸看着苍老不少,他和服务员小哥站在一起对比,差别就真的很大。 对于林心如来说,霍建华是一位好老公,能在他拼事业时负责照顾家庭,让他无后顾之忧,他的付出确实无话可说,难怪林心如每一次提到霍建华都笑得很甜蜜,他真的嫁对人了。